上牌子假牌子这都不承担 可是问题呢 咱们现在不少人刚买了车 还没有把手续办全的时候 保险公司就先找你了 保险啊 马上都给你办下来 我们还帮你办别的呢 你吸了糊涂就办了 可是有不少车呢 你这整套手续拿下来 和你买车这个中间会间隔段时间 你看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朋友买了台工程车 就是能干工程的 像什么起重这类的车 这个牌照下来呢 和他买车时间差一个月 他这个车刚买了 保险公司就上门了 啊你保我这吧 他就吸了糊涂交了保费了 可是再离这个牌照下了有三天的时候 他这车被撞了 很多时候在没有上正式车牌的时候 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就人民法院的很快做出判决 由这个公事兄弟承担这个死者的 各项赔偿金27万元 公事兄弟出事以后认为 自己买了足额的保险 其中第三者责任险限额高达50万元 这27万元的赔偿 保险公司应该赔付 找保险公司赔 办公室那我们不能赔 为啥呢 你这现在还没牌照呢 你不差三天吗 这期间没牌照 我们保险法不能赔 可是没牌照 是不赔啊 可凭什么你前面收人保险费啊 但是我们这个车 跟他们买保险的时候 就是只有这个车牌照嘛 就是这个道年号嘛 发动机号嘛 我们始终跟他产生了 这个活动关系 既然你知道的时候 他就当你牌照他是对的 当时他就不应该买给我 就是明知道他没牌包 那段时间 你把人保险费给收了 你说这不穿着明明装糊涂吗 照理说应该什么 收你保费 应该是你牌照整个下来 手续全了以后 从那时段开始计算 收你这个保险费 可是他提前收你的 先把这活弄来 等你在这期间出事了 他就撒手不管了 你最后如果不受损失 你都不可能细看这个合同 一细看这合同你发现 里头圈套实在是太多了 投保容易理赔难 免责条款饮不满 暗则理赔分歧多呀 不照不保很恼火 高保低赔尚待解 无奈合同陷阱多 去年2011年90月份的时候 咱们保健会出台了一个 关于车辆保险管理这方面的通知 里边呢 针对就是目前车辆保险过程当中 几个突出的问题 做了规定向全社会征集意见 但现在这个意见呢 还没有能够完全落实 那么这种情况绝不仅仅 我说的区区的这个车辆险里边 车辆保险里头 你看像人寿保险 什么大病保险这些都在内 我曾经仔细的看过 受险方面的 就关你这个身体状况 疾病保险 你要不死 你很难拿到那个最高保险额度 你要不采费 你想从他这拿点保险 非常困难 你想有的人说眼睛有点毛病 说这眼睛有毛病 你去陪 陪不着 说他讲究这个残疾是什么呢 你说这眼睛失明还得 这一侧手还得不行 这才能拿着 哪怕你这边的手多 说这眼睛失明不行 不是一边都不行 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 就是他在之前 设置各种障碍和圈套 绕着你 你说最简单最通俗的话 商业钱哪家旺物资产来 就是这么财的 哪家旺物资产来 就是这么财的 不用说 我们这是就是外的保险的 不凡账 不凡账的大欧财的 不少保险公司 采取了多赔 稀赔 少赔 不赔 等办法 严重地分开了 托保人的利益 下一步保监会也正在研究 准备要这个建立 这个全国统一的 消费者投诉的热线 统一各个公司 在车险理赔过程中的 规范理赔的流程 那么这一次呢 很多这个上了车全险的人 在理赔过程当中 又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发现保险公司 对修车行业这种影响 以及里头的毛病 咱们以前很多 这个开车的朋友都知道 说是修这个车要坏了 要修换件啥的 哎呀4S店太黑了 价太高了 是他开店 人吃马胃的费用高 他不在你这上赚回怎么办 所以你要上一班的 这个修理厂还不得 还担心 他给你换不好的件 可是有人发现 到4S店 他也不给你好的件 甚至有很多4S店黑的 给你换一些假冒伪劣的 说这个是怎么说 光4S店黑心吗 还不是 跟保险行业有 因为我们知道 你这车一出现损坏了 首先干嘛呢 投保的 保险公司给定损呢 完了保险公司指定你 到哪些修赔厂去吗 这个时候保险公司 其实在一定程度 就控制了修理行业 因为什么呢 现在大多数车都上了保险了 都保险公司指定修理厂 如果修理厂 无论是4S店还修赔厂 跟保险公司 不搞好关系的话 你接不着活 或者没有稳定的订单 那么保险公司呢 给你定损的时候呢 他是希望定的越低越好 越低他拿的钱少啊 好多保险公司代理员 就靠这个正提成的 你把这个给我拉低多少百分点 我给你返回多少 靠这个呢 保险公司在每一个赔付的个案上面 如果他定审的金额偏高 或者相对较高的话 那么就直接会导致 他的赔付支出加大 那么他的收入就会下降 也就是说 他这个赔付率指标的考核 已经与他每一个月的收入 都直接相关联系了 所以他拼命价低 比方你这车坏了 到店里修呢 得一万多块钱 保险公司就给你定八千 修理厂说八千下不来 下不来我到别的修理厂去 那现在能下来 把这活接下来了 你琢磨琢磨 他接下来以后 他能给你用好的价换吗 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 保险公司定损有一个单子 上面就是全国这些 汽车零配价的价格 而这个价格是双轨制的 有两价 他分正厂价副厂价 比方说你摆了宝马奔驰 正厂价呢 是人家原来这厂子 就生产宝马 生产奔驰厂的 生产的配价 这个价格相对比较贵 副厂价是什么呢 未经宝马奔驰授权的厂子 生产出来 也没有宝马奔驰的标志 这副厂价往往价便宜 另外再有第三类 就假冒伪劣的 因为在定程员定程的过程中 他可能会遇到一些 维权意识比较强 第二个呢 对汽车比较了解 比较专业的客户 那么遇到这种客户 保险公司的定程员 就会使用正常件 进行定损的时候 一般就是说 能够压低价格的 尽量就加低 而且的话 现在就是说 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定损的时候 一般都是用这个 服厂价格 然后进行定损 那么你一万多块钱的修理费 他非 保险公司定八千 修理厂他也得挣钱 4S店他也得挣钱 保险公司压着修配厂 压着4S店 4S店就得想赚钱 怎么办 搁假冒伪劣的 或者搁差一点的劲 来以次充好 2009年 南京某公司一台商务车 在高速公路上爆胎 导致了事故 因为这辆车 在安邦保险公司 投了保险限额为 48万元的车损险 所以车主当即保险 保险公司受理后 为这辆车进行了定损 金额为5820元 但是我这个当事人呢 就感觉这个定损金额 跟他的实际损失相较非常大 就到当地的物价局 重新做了一个定损 同一期事故 镇江市物价局 价格认证中心 鉴定结论为损失30500元 两者中间差了5.2倍太多 他所用的手段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用副厂件 来替代正常的配件价格 所以你通过这个事 这个链条 仔细一调查 你发现 这里头沉扎犯起 这些猫子你都能查出来 可问题我们付出 这么大的努力查出来 最后怎么样呢 你不过就是修个车吗 咱们有些有能耐的朋友说 我有纳工 我多挣钱 我这损失早回来了 这是大多数人心态 就没那个精力 跟他去打着官司 去磨叽去 有时候明知道 我要告到法院 我也能告赢 咱们法院对这种欺诈现象呢 一般来说是支持消费者的 可是你到法院打官司 哎呦 这个东西啊 那就费时费力了 最后你得到的赔偿 也没那么高 其实我倒建议现在法律 对这种带有恶意欺诈消费者的 要采用巨额罚款的方式 一向罚老实的 可是我们现在法律 并没有这样条款